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继续Steam Deck 之前也提及过Steam Deck的好处是越来越多人用 而它有 Open Source,吸引到很多开发者去开发一些应用程式 今天想介绍一个叫Deck Reveiled 这个也有了一个多月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应用程式 安装容易,用又容易,但方便了很多 其实它是什么呢? 它是类似我们玩的前面模擬器 基本上它是一个前面介面 经过这个介面方便了很多 就是转入Apps 帮你排好,在一个系统里方便了很多 我今天会和大家讲如何安装 一些操作等等 首先我们进入Desktop模式 先开网站 我们先去Deck Reveiled观望 看看吧 Google 输入Deck Reveiled就可以了 第一个就是了,我们按进去 其实它仍然是一个Beta版 当中里面应该可能会遇到有些东西 按不到或有问题 都不出奇 有一点到 有时有些东西可能可以更新才能解决 但是我用过基本上很多东西都可以的 我看过一个开发者的频道 他也说他承诺每个星期都有更新的 我刚才也说过,他好像开了一个多月 已经有五个更新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这里看多些资料 他有什么更新的 他也会在这里说 如果要安装 我们去下载这个位置 先下载了Steam Deck Version 先下载这个 OK 我们 可以交叉了这个 它下载了 就会在你的下载Folder里面 我们先下载Folder 下载Folder 下载Folder 它安装 就一定要放在Desktop上 之前也试过 有些朋友就是 咦,我安装不了 你查清楚 很多时候都是放位置问题 这些很多时候 寫了一个script 就是放在Desktop才能够 所以我们要拉到Desktop 拖开 Move Here Copy Here 也没所谓 Move Here 它会没有了那些材料 直接拖开 放在Desktop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 那它就安装了 OK 进来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建议大家 大家就在右上角再加上 Steam 的 Game Mode 里面 因为我用这个 Program 都是想方便在 Game Mode 的时候 可能想开一些 Web Browser 就不用再回来 Desktop Mode 里面 或者是要开一个 Browser 才做到什么等等 所以会建议大家加上 Steam Game Mode 那边 很简单,右上角再加上就行了 按了之后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回到 Game Mode 里面 我认识了这个 入到这里,可能你未开就未必有这个 因为我之前开过了 按 Steam 啦 可以去到 Library 啦 接着在 Long Steam 里面 就会有 Deck Revival 啦 在这里开啦 开之前,我们先在手键设定 它现在因为还是 Beta Mode 开发者就建议大家 就设定了 Keyboard & Mouse 这个 按键才能正常使用到 而且可以使用 Pad 啦 所以建议大家先这样做 按 A 键 然后再 Apply Layout 按 X 这样就设定了 Keyboard & Mouse 啦 这样才是正常的 如果不是有些位置未必能控制到的 那我们再进入 OK,其实很简洁 都有一些像 Play Night 啊 或者外面 Steam Deck 那些 Layout 啊 都有一些类似的 其实很 user friendly 对 左边有些什么 Apps 啦 基本上你看到每个 Apps 里面 下面都写着是 Web 的 App 来的 那其实它是去回一个 Browser 这样的形式的 但是你因为你按了进去 譬如 YouTube 啦 你按了进去之后 它是 Full Screen 的 那你就会好像 Within Apps 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都挺好的 你可以 Touch Screen 啦 可以用这个 Pad 啦 可以上下啦 对啦 挺方便的 那想出回去呢 可以按 Steam 啦 接着在 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 Close 了 Windows 啦 那我 Resume 回到这里 对啦 其他 Apps 都是类似这样用的 那它也会帮你分类 你有什么 Games 啊 有什么 Utilities 的东西 那有些 In Store 有些未 In Store 的 如果未 In Store 的 那些呢 直接可以在这里按 Install 的 那它也是这样方便了大家的 那它也都有 去 Share 的 Store 啦 可以买东西 等等啦 Settings 啊 Profiles 啊 等等啦 那它还有些 Pro Version 是要付钱的 那我当然我未付钱未试啦 那我等它再 真是成熟一点的时候 才再考虑啦 那它 那它 Pro 版 我就看到 好像有得 自己加东西 自己加自己的东西 那就是 那更加方便了 那现在可能还是 Version 1.0.13 来的 那就是 看来其实还可以的 挺舒服 挺好用的 但希望它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进步的 那我发展的 那很有趣的 我用了不太久啦 那我发现 Quit 呢 我按不到的 那我一定要按 Steam 这边 Exit 才行的 那这些就是可能 会有一些 未做 未完全完成的 东西在这里啦 那始终是 Beta 版 是的 那大致上是这样啦 那我试一下它安装 比如说 Email Deck 这边的形式 可能有些东西还是 未完全做到的 我觉得 好像这样 我打不到 Password 那就是装不了 是的 那在 Desktop 版本 应该可以的 这些 coming soon launch 无意气 它简化了 就帮一些东西 组在一起 是的 但是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暂时都好的 譬如 真的用Apps Netflix YouTube 这些 我觉得方便 就这样按 不用装 是的 这也是好的 其实都乐于看到的 真的越来越多 不同的Apps 就是开发者 自己开发的 我觉得 搞大一些 这个Community 对我们的用户来说 是一个好事来的 是的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还有些什么 新东西 我又未介绍的 又想和人分享的 欢迎私讯我 也好 留言 在下面留言 和大家分享也好 如果有好的Apps 或者好的东西 我直接拍一集 去和大家分享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喜欢影片 请大家不订个like 还没按订阅 按订阅 再按下小铃铛 我新片 就要通知大家 如果想请一些咖啡 欢迎透过支付博 或者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我的Patreon 会员频道 详细资料 下面下面有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